就在刚刚 男人正在家里装修 他拿起地上的钉枪 让女儿帮忙 并叮嘱他 去把地上的手套和护目镜戴上 虽然女儿不太情愿 但还是乖乖听了父亲的话 毕竟钉枪这种工具 可不是闹着玩的 防护措施做好后 他接过父亲手里的钉枪 父亲让他枪口不要对着人 说这样很危险 一顿教育后 让人开始工作 他让女儿双手握紧钉枪 对着木材 然后用力扣下扳机 父亲让女儿继续 但这时钉枪却卡住了 女儿按了好几次都没用 男人接过钉枪查看原因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正当他转动钉枪时 钉子突然射出 击中了男人的胸口 女儿被这荧幕吓坏了 愣在了原地 父亲让他赶紧拨打救援电话 接着就倒在了地上 他告诉接线员 父亲在修理钉枪时意外走火 钉子直接插入了胸口 并询问接线员 是否要将钉子拔出 接线员赶紧制止了他 让他待在原地不要乱动 救援队很快赶到 男人血压很低 脉搏稳定 他们需要检查衬衫 查看伤口 并让男人深呼吸 检查发现 男人肺部没事 但心跳低沉 静脉肿胀 很可能是心脏肌液 他们需要赶紧送男人去医院 进行心包穿刺抽叶 在车上 男人突然后悔 没跟女儿好好告别 他很怕自己就这样撒手人缓 队员安抚他 让他放心 但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没了心跳 队员赶紧拿了氧气罩 并开始给他做心肺复苏 强大的压力 让血液从伤口喷涌而出 但现在 他们顾不了那么多 队员只能继续给他按压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男人终于恢复了心跳 消防员直接被碰了一脸 当他们赶到医院 队员打开车门 眼前的一幕 把他们惊呆了 但幸运的是 男人终于脱离了危险